歡迎來到2013天佑德青柯酒杯環青海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 今天將進行的是第七賽段中國銀聯奇聯賽段 我們在賽前聽聽現在的黃山米薩瑪他對於這戰比賽的看法 我們問他說你認為說整個比賽對你來講威脅最大的選手有哪些 米薩瑪表示在這場比賽中前15名的選手目前總成績在前15名選手對我來講都是威脅 其中土耳其西班牙法國這些選手都有不錯的爬山型的選手 而最危險的還是來自於伊朗的選手 那麼我們也訪問到目前表現最好的卓比奧斯車隊 焦鵬打目前排名總成第12名 我們採訪這位來自全民生車隊的中國車手 問他對於第七戰關節賽段的看法 主要今天賽段可能就是決定所有獎項大起就是 因為終點在山頂 距離也比較長 將近20 爬山將近25公里 對於每位車手今天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比賽 所以我相信今天每位想在季築堡上靠前的確實都會全力以赴 當然今天難度也是非常大的 要爬到那個海拔4200多的高的地方 所以非常艱難的參賽 接下來我們看看今天的路線圖 那麼第七賽段以祁連作為主要的出發程式 並且在市區進行五圈的繞圈 之後沿著昨天下坡的路線 反爬回去大東樹山崖口 那麼全長僅有82公里 但是在短短的距離中 要攀升到海拔4120米 那麼131位選手在起跑線準備出發 今天在祁連的市區賽段 要進行五圈的繞圈 單圈是9.8公里 不過中途並沒有任何的搶分點 但是天宇的情況 讓選手的難度增加了不少 比賽前段 選手採用一個保守熱身的方式 進行他們的賽程 到了第三圈之後 才有一些選手嘗試進行他們的加速的進攻 可以看到大團整體來講 還是一個平穩的速度 整個在祁連市區的繞行 是有點起伏的 那麼領先的選手 有兩位 包括愛爾蘭的國家冠軍 Matt Bramiel 他也昨天在領先群中 另外則是美國聯合保健隊的Daniel 他們領先的時間差 一度拉開到2分多鐘 不過主題團仍然是由大布里斯跟阿斯塔納州際隊 進行代理追趕 比賽離開市區之後 進入最後的爬坡賽段 到最後的離終點還有25公里的時候 所有的選手差不多已經糾結成一團 那麼最後階段 又有四位運動員產生的領先 那麼現在畫面上看到 則是大團穩定的在前面進行比賽 現在看到大團中有一點狀況 好像是黃山 米薩瑪的車輛有點故障 而領先的四人穩速的前進 其中的阿斯塔納州際隊的選手 葉富吉尼他的總成績排名 只落後黃山1分5秒 那麼過了不久之後 四人集團變成三人集團 而主集團這邊進行努力的追趕 他們的時間差則是40秒 但是這時候離終點已經越來越近了 現在離終點只有3公里 仍然是三位選手領先 而這時候葉富吉尼 進行了一個單飛的進攻 他除了想要拿下單戰之外 他更想要甩開米薩瑪 奪取黃山 米薩瑪也不甘事若衝了出來 這邊已經離終點相當的近 看起來葉富吉尼單飛成功 不過米薩瑪已經緊追在後 葉富吉尼呢26歲的哈薩克斯坦的選手 在這邊拿下他的生涯中最重要的單戰勝利 但是黃山呢 他的時間差是多少呢 可以看到黃山時間差大概是9秒 米薩瑪在最後階段努力的衝出來 保住了他的黃山 第三名呢 第三名呢 則是由台北RTS車隊的 Emami取得勝利 日本夜市 明天是他媽媽的生日 那麼26歲的 這個葉富吉尼呢 賽後表示說 明天是我母親的生日 我很想用這個勝利呢 送給他當作他的生日禮物 謝謝 那麼賽後呢 回到奇聯市區進行頒獎 單戰冠軍當然是這個 阿斯塔娜洲際隊的葉富吉尼 取得勝利 但是呢 亞洲最佳仍然是米薩瑪 這表示呢 同為亞洲的選手呢 他還是排在第一位 而原點三呢 仍然也是米薩瑪 他今天取得第二名 積分進帳不少 那麼綠山呢 今天所有充斥好手的表現呢 都在後面 所以無關積分 仍然是由 薩泉莫多勒取得綠山 當然黃山呢 米薩瑪在通過這一戰之後 黃山的地位更加穩固 我們來看看總成績榜 前六名呢 幾乎除了米薩瑪之外 全部換人 那麼都是爬山好手 葉富吉尼呢 則排在第二位 Daniel 則到第三位 明天將進行 齊連到張葉的賽段 全長201公里 我是Cycling CN 的張壽生 為您帶上今天的評論 在境外 在網上 在手機上 支付隨心 我選營聯 我選擇 這是有機會